大家早 在今天呢 是個晴朗的天氣 溫度也都偏高 記得呢 在這一天出門去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穿著方面 不要穿得太厚重的衣服 但是日夜溫差相對的很明顯 那我們就用幾個時間點 來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早上六點鐘 在了桃園新竹的朋友 你有沒有感覺到霧的狀況很濃 不只這兩個地方 還包含了馬祖跟金門 所以一大早 或者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航班的部分倒是要特別的注意 西部外島都有濃霧的現象 因為封面前沿 西南風影響 到了中午呢 溫度會比昨天還更高 中午的高溫可是到達三十一度的高溫 戶外活動記得要補充水分 不過到了今天傍晚的時候 夕陽好漂亮 可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逆光行車的朋友要小心 因為陽光強之下 視線容易被遮擋住 但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 仍然是夜晚溫度偏涼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日夜溫差大的天氣就到今天 明天的下午以後開始封面通過 隨著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禮拜五開始 又回到冬天 溫度下降的幅度會非常的明顯 就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衛星雲圖上可以注意到 整個水氣的發展 最主要一道封面雲帶 從日本南方延伸到東海 一直到達了福建的位置 而這道封面在我們臺灣北方的海面呢 使得我們在封面前吹著西南風之下 把南邊暖濕的水氣帶了進來 第一個就是容易在晚上起霧的狀況 第二個溫度形態來說 隨著暖濕的空氣上來 相對的在中午的溫度都偏高 接著我們來看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了 今晚地面圖可以看到 封面雲帶在今天白天還是滯留封面 到了今晚呢 整個封面帶開始逐漸的往東移動囉 因為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開始逐漸的往南移了 而這一股冷空氣的強度呢 有兩個階段進入 一個就從禮拜四以後開始呢 下午以後開始溫度下降 禮拜五溫降要明顯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進入到冷氣團的程度 因為中部以北的低溫 就降到了大約在十三度左右 可是最強的冷空氣 預估在下週一 第二個階段冷空氣下來 這一股冷空氣的強度 在下週一到下週二 甚至接近到二二八的清晨的時候 中部以北的低溫 就會在十一度的低溫 所以要特別呼籲提醒 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這個週休假期穿著方面 要注意保暖喔 那接著來看看今天了 今天不要保暖 今天很熱喔 今天中午的外島地區 是一個舒適的天氣 而到了澎湖 中午高溫已經到二十七度了 而在臺灣本島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跟夏天一樣 可是日夜溫差很大 到了東半部地區 倒是早晚雲亮多 小丁臨 兩件事情提醒 第一個 西部外島夜晚有誤 行車方面要特別小心喔 還有清晨黃昏的時候 逆光行車的朋友 也要注意安全